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5月25日 现在是美国东部的时间上午10点半 欢迎光临财经全世界节目 我是主持人何赛 今天直播联系的嘉宾是全媒体欧洲台的莉莉女士 请莉莉女士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Hosea你好 莉莉好 香港问题是 最近几天国际问题的一个焦点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分析一下欧洲的国家 特别是英国对待香港的问题 以及不只是对待香港问题 包括对待华为等问题的一些态度 英国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盟国 但是英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 似乎一直表现的都是非常的暧昧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英国呈现出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香港问题这儿谈起来分析 英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一些策略了 还有就是说他的脱欧以后的 也表现出脱欧的以后英国的一种比较尴尬的禁令 大家都知道 英国呢他这个在香港问题上现在比较令人失望 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特别是美国 那美国不用说了 就是在发生 当然最近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这个中国推出这个目前还是提案 但是一定会通过的 我们都知道 那就是这个香港的国安法 针对香港的这个国安法 加拿大 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比较强烈的表示了抗议 就政府出面表示强烈的抗议 但是英国呢 基本上政府是没有声音的 然后Joyle Boris Johnson就更没有声音 然后呢英国仅仅是原来香港总督彭定康和原来的英国的前外交部长那些发出一些抗议 就是说香港这个中国这种做法是违反了基本法 再讲目前英国的这种比较暧昧的 然后我们觉得它是比较暧昧的态度 但是我觉得从我们讲讲历史吧 就是说这个英国为什么目前处于这种比较尴尬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香港问题上 我们对英国不能寄太大希望 因为这个历史上它就有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香港是在1841年的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政府 然后呢1898年又续签了99年的这个租赁的合约 所以1997年交还给中国这个是没有任何其他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这个呢属于英国当年留下的一个对香港的这个在当年那就是说156年前或者100年前他就留下了这个这个隐患的了 因为它仅仅是租赁合同 它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没有完全割让给英国 当然香港在英国的统治156年下 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经济金融中心 然后呢它的整个法律立法和它的整个的经济系统啊还有民主体制那些都是英国联系下来的 所以呢香港的这个繁荣和自由感这个地位是可以说是英国政府给的 这个呢是不用质疑的 而且呢香港人民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倾向就对对对英国政府的话也比较是支持这个的 但是1997年的话中英和中英联合声明是1984年就签签定了是吧 对联合声明签定是1984年 1984年 当时的规定是1997年回归 97年要交还 对 当时英国其实是没有多少选择的 首先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历史性的条件 你本来就是租别人的租了中国的一块土地 而是规定1999年的契约 到了以后你就得交出去 但是现在就目前的一些历史资料显示内部的 不是内部的吧 就是也比较半公开的 当时沙切尔的话是比较想把 想让香港独立或者是英国继续对香港的统治 但是当时邓小平是坚决反对 然后呢 基本上是没有正面说出 但是已经是暗示了武力干涉了 所以呢 就是说英国当时交还香港也是万不得已 但是最大的隐患就是说他这个租赁合同 再加上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协议还有关系的话 就是说他没有给香港人民权利 他这个整个就是中英联合声明的话都是两国政府 就英国跟中国之间的签订的合约 也虽然英国呢做到了最大的限度来保护香港人民的权利 就是说在立法程序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的设置呢 经济政治 还有包括一些文化方面的 他都规定在中英联合声明里边就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呢 英国的角色 也作为一个英文叫Joint Sanitary 就是说联合声明的签字者 他也有那个义务来保证50年香港的政策不变 就是说他有英国有义务保证香港的50年一国两制的政策不变 所以当时签的 但是呢最大的伏笔就是说香港不是香港人民 不管怎么说在即使有基本法 香港人民自己是没有权利的 就是说当时相当于 我觉得几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就相当于 就说英国跟中国 就像他们有两个奴隶组之间 两个奴隶组之间签订的协议 把奴隶交还 比如说我以前借了你这个地方 借了你这个地盘 99年 现在我把这个地盘还给你 上边的人呢 我用奴隶这个词来解释 就是说上边的人我一起归还 但是呢我没有把这个权利 就是我没有 他就相当于不像美国那样 我把黑奴解放 他没有解放奴隶 然后呢只是用条约的形式 又把奴隶还给了中国政府 但是呢希望我 就是说我们来个君子协议 就是你要好好对待这帮奴隶 就是说要给他们权利 要给他们民主自由 法律上边各种各样的保护 所以呢相当于一个君子协议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说不管 所以现在英国的 这个魏在香港问题上 很很尴尬 就是说他不管在道德上 在法律上 他对香港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特别是他作为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者 他是有在道德上法律上 他都有责任 就是说因为他答应了 要保护香港人民的权利 要保护这个一国两制的 这个法定签署的这个系统 但是呢他实际上 就是中英联合声明 没有给英国自己 因为他相当于交还了 这个香港的整个地盘 还有把香港人 也完全交还给中国 但是呢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没有给英国任何权利 就是说他可以 他就仅仅是答应 要保护这个维护这个协议 但是呢他没有任何权利 干预中国这边的任何事务 所以呢中国我觉得是 打了一个擦边球 或者是在利用了这个 就是君子协议的 这个有限的约束力 就中国他可以在 现在的这个国安法 就是在这个利用了这个 当然中国前段时间 去年就宣布了一个中英联合声明 已经作废 这种呢基本上属于国际消化了 就是说你不能单方面的宣布一个国际协约 一个50年的国际协约 就就是历史文件啊 而不是因为这个签了50年 就应该50年 但是呢我觉得整个 这英国政府还有整个西方 这一套的话 他认为签一个君子协议 就可以把中国政府限制住 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 就像什么世贸 假如世贸组织啊 是那个WTO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再加上中英联合声明 能够限制中国政府的话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天真的 是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这个 目前中国出台的这个国安法 我个人认为香港是整个是 没有任何前途的 从政治上经济上 还有金融中心的地位上 或者什么之类的 香港从此走向衰落 是我认定了的 你看啊 我觉得你刚才说到这个 关于这个英国的一个历史上 它租借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呢 实际上和英国的一些 整个的这个国家的一些思想啊 思潮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英国这个国家 它在上个世纪啊 就已经确立了很强的一个 叫去殖民地化的思潮 就英国这个国家 它并不是想维持海外的殖民地 而它的一个整个国家的思潮 就是我不要这些殖民地了 你比如说有些最典型的例子啊 我们就拿这个美国比较早 历史比较早 独立比较早 还跟英国打过一仗 是吧 你像加拿大 美国那是独立战争呢 加拿大呢 实际上一直就是英国的殖民地 它不是租界 它就是英国的殖民地 或者说就是英国的领土 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加拿大呢 最后呢 也是在上个世纪最后吧 大概上个世纪中叶最后彻底独立 它为什么能独立 而且这个独立是很和平的 就是实际上是英国本身 它也并不想继续在向加拿大这些国家进行统治了 所以它就 它就把这个 把这个殖民地的这个权利交给当地了 就说我不管了 你就来 你自己来治理吧 我们呢 就维持一个所谓的叫英联邦 这个大家都知道 英联邦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松散的一个机构 各国的主权呢 都没有受到任何这个说英联邦的影响 加拿大最典型加拿大的女王 加拿大的元首是女王 是英国女王是加拿大元首 但是英国女王这个元首呢 是从来不会过问加拿大的任何事情的 加拿大就是自己在自己在处理自己的事情 这个和英国没有什么关系 包括前一段 就是加拿大 就是英国的那个王子吧 有个王子 好像放弃王位了 想来加拿大居住 这个事还在加拿大引起了 哈利 哈利王子 对 加拿大很多人说 凭什么呀 凭什么养你这个英国的王子 那其实要说他那个加拿大的元首还是女王呢 但是也没用 这个加拿大人也是 并不是 基本上大家不买账的比较多 就是不应该去养他 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我们也不会养你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英国整个的一个思潮 所以呢 就是不管香港啊 是不是被什么99年租界 甚至他就是永久割让给 给这个给英国了 英国他也是一种思潮 也是不要的 他也很多 英国在其他 其他很多国家的殖民地 后来不都或者独立了 或者回归还给这个 就是当地的政府了 他就不要了 所以他这个基础呢 我觉得一直延伸到现在 所以英国呢 我觉得从核心上 他对香港的这个命运 不是真正特别关心的 因为他已经觉得 这是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一件事情了 可能做做声明 别把太有可能 但是他不会说实质性的去做关系 因为他整个这个思潮 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觉得想补充一下你的这个看法 对 我同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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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在英国 他当上个世纪 他一定是去殖民化的 而且呢 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 很多像像印度啊 还有其他的殖民地的一些都在争取独立 但香港的地位不一样 我觉得其他国家都 别人都是独立的国家 香港是完全依附于英国的 那就是说英国负有更多的责任 像其他像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那都是英国 原来都是英国殖民地 但是后来别人 他虽然现在也没有说要独立 但是都是英联邦的 但是别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香港呢 就是说不是独立的国家 然后他确实就是说 如果英国不统治的话 交还给中国 那就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了 所以呢 刚才我们讲到的 就是说从历史上 从中英联合声明本身来看 他那个英国对香港 是没有多少权力的 就是说 那仅仅是一种 刚才我说过 就是说是道义上的 还有法律上的 仅仅是一个中英联合声明的 一个签字者 但是呢 他作为这个道义上和法律上 他有一定的 就作为签 作为一个合约的遵守者来说呢 他对香港有一定的义务 就是说他要监督这个 比如说我们俩签了个合同 50年 那我这50年 我要执行 你也要执行 他的义务仅仅 基本上是这样的了 所以呢 就是说目前 既希望英国能在 能在香港问题上 发出什么比较强烈的动作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希望 这是在从法力层面 从历史的角度 从中英联合声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英国 他有义务执行这个协议 但是当中国方面 就是说 单方面 不执行这方面协议的时候 英国也没有特别多的办法 他目前的 英国能有的几个 option 就几个选择的话 就是说对中国 他如果不满意的话 待会我们会讲到 英国政府其实还 对中国没有多少办法 而且比较 从Boris Johnson 到英国的左派 都是比较 对中国是比较亲和的那种 虽然Boris Johnson 是保守派 但是我们这个下 待会会讲到Boris Johnson 他这个人的 就是说我觉得 他是一个比较投机的 但现在我们讲 就是英国对香港问题 他在法律上 是没有多少责任的 仅仅是 但是英国目前 如果他对 但是英国现在 目前也有很多 就是他的 从他的政府到民间 都有一些 支持香港的声音的 但是他 他仅仅是在道义上 说一下 政府方面 没有任何表态 而且英国 能采取的措施 可能 可选性也没多少 最多就是第一 可能是sanction 就是说 精气制裁 然后第二 是外交上的 就撤出外交人员 第三 就 这两个的话 就是说 英国我估计 都不会采取 这方面的行动 因为现在 即使美国也没有采取 就美国最多 就是说 在考虑上 非常的 激进 但是美国 现在 现在世界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对中国采取 经济制裁 即使在新冠病毒 这个问题上 大家都谴责的声音很多 但是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国家 在行动上 对中国进行 经济制裁 所以希望英国 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 这个是 基本上没有希望 然后第二步是中国 是英国对中国 就是说 驱逐外交人员 这个更不可能 这个基本上 两国宣布断交 什么之类的 所以英国在 就是我们现在 在探讨英国 能采取的措施 所以这两点 基本上都不可能 这两点就比较激进的 比较强烈的措施 我觉得不要积任何希望 英国肯定不会 不会采取任何激进的 强烈的对中国 进行谴责的这些措施 第三种呢 就是现在有人说 英国会对香港开放 这个难民 这个要搞清楚 这也不是难民 这个就是香港到 香港人到英国去 不是接收难民的政策 英国呢 在97年以后 有一种 护照就是发给 香港的一部分 他们叫 就是香港的一部分精英 就是说他们有 相当于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就是说 香港的一部分精英 拥有 英国的海外公民的 护照 当时发了 340万 但是呢 经过那么多年以后 现在只有17万 香港人 有这个 这种护照 这种护照呢 但也不是说 就可以到 直接到英国去了 这种护照 仅仅是让香港人 可以在英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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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签证 就可以到那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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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能不能工作 和生活呢 那些还还没有 具体的规定 这个呢 就跟呃 其他的 像像澳大利亚 新西兰 呃 像我现在的话 都可以到英国去 呃 呃 呃 不用任何签证 什么的 所以呢 而且这种护照 香港人能不能 就是可以用 但是呢 有多少香港人会用 也是个问题 因为这个护照 是不能 transfer的 就是不能转 转给你的家人的 所以呢 就是说 比如说你 hose 你要是一家人的话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有了 你的你的 你的家庭 你的妻子 儿女那些 父母那些 都不能跟你去 所以你要去英国 如果是避难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只有你一个人去 所以有多少香港人 会take this offer 就会 会用这个 护照的话 呃 可能性不算 不是说 没有人去 但是呢 可能性不大了 除非他一家人都有 所以刚才我说的 这个三种 选择 就是说英国在 在就是说 目前英国可以在 香港问题上 做出的一些动作 刚才我说的是 口头上英国是 英国上司 他可以在法律上 在维护这个 中英联合声明 这些 问题上 他可以发表 比较强 他可以比 其他任何国家 比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都有权利 发表声明 就是说发表 言辞上的反对 但是呢 行动上 英国政府 是没有多少选择的 刚才我说的 那三种选择的话 现在三种选择 都都 其实对香港 这个一般的民众 是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的 但是呢 就是这也说明 就是英国目前 仅仅是法律上 中英联合声明 还有就外交上的人 做的 选择也就是这些了 指望英国更多的 他没有多少选项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 把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 要对香港问题 做出什么强烈的反应 这种希望是非常渺小的 而且呢 从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英国在经济上的话 对中国的依赖性也挺大的 特别是 目前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脱欧 脱欧的话 整个的削弱了英国的 跟欧盟的关系 然后呢 就是说整个英国的话 脱欧以后 他跟 跟其他 比如说跟欧盟的 那个协议 现在还没有完全 现在因为新冠病毒的蔓延 又往后延了 跟欧盟的关系怎么样 还有一大堆协议需要签 然后跟美国的关系怎么样 待会儿我会讲到 Boris Johnson的那个态度 他跟美国也不会太特别好 然后呢 英国其实全段时间 一直从卡麦隆时代 就比较 就对中国是 很轻忠的内容 当时他们称卡麦隆时代 还是Golden Age Golden Mirror 就金色年华 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 而且呢 中国是英国的 第一大 在欧洲的第一大投资国 所以英国是 很喜欢中国投资的 然后呢 在对中国的一带一路 也是挺欢迎的 所以在 对华为5G这个问题上 对香港问题上 英国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的话 他都是非常的暧昧 就是说对 而且不仅是暧昧 而且是比较轻松的 这个倾向的 你看呢 Hosé 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今天呢 我们我在之前的一期节目里 我也有一件事 稍微简单评价了一下 就是现在英国有报道说 说这个约翰逊啊 在做计划 这个要减少华为参与 英国的5G的网络建设 有这么一个报道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报道 这个报道并不是英国政府 公开宣布的 而是呢 他一些媒体报道 就是媒体报道以后呢 媒体还去跑到 那个英国政府去问 说是不是有这件事 英国政府是不回答 就不予置评啊 所以这个也看出来了呢 就是现在很多 关于英国方面的 对华为的限制的一些报道 一些并不是代表 英国政府的一些官方的观点 这个应该更多的是一些 媒体的一些这个传言 有可能这些东西 有可能是英国政府在考虑 但是呢 至少英国政府 没有任何官方的表示 所以我们也看到 就是整个在这些问题上 包括香港问题和 和这个像华为这类问题上 我们也能非常清楚的看到 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 就是这个样子 对 我是认为 他也不会有更多 更激烈的行动了 他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状态 嗯 华为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 Boris Johnson 我觉得 有不少网友觉得 Boris Johnson是当了 创第2 这个是完全是 这个 这个在当时那个竞选的时候 他当选那个英国首相的时候 确实很多人认为 他他是跟川普的性格有点像 甚至有人说 他跟川普长得有点像 是吧 这个确实 长得都有点像 而他还是保守党的 确实好像他在担任这个首相以来 他担任首相应该时间也 也有半年了 大概半年左右了 这个是以来 差不多 差不多 去年底 对对 他的这个表现呢 也确实不如大家想的 可能和川普是一样的 你刚才说他是一个 你刚才说到他是 Boris Johnson是有一些机会主义 是吧 他是有一些机会主义的 嗯 你再详细的说一说你的 你的看法 对Boris Johnson本人的看法 OK 看到Boris Johnson 我们先从这个 华为5G谈起 从5G这个 其实也没有太多痛痒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 Boris Johnson肯定不会动 在香港问题上 做出更 任何强硬的东西 5G的话 其实连连欧盟 像德国都表态了 就不让华为进去 因为美国一直在 在推欧盟 就是说要禁止华为 在欧盟的扩展 但是像1月初的话 Boris Johnson是积极挺华为的 Boris Johnson是非常挺华为的 就是在1月份后 在像美国那么大的压力下 像像德国都宣布 不与5G 华为不能参与5G的建设 然后法国的话 也比较强硬 但是只有英国 只有英国 而且是在Boris Johnson的 严 就是说大力推动向 Boris Johnson在1月份 他在今年1月份 就已经宣布 英国要 就是说 要接受华为 参与它的5G建设 然后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华为便宜了 华为的服务挺好了 然后呢 就是说 当时呢 就是说迫于美国的压力 那记住 是迫于美国的压力 Boris Johnson才说 好了 我限制华为 只用35% 而且呢 就是说它的市场氛围 不能超过35% 然后呢 限制华为在军事上 一些就 国家机密上的那些 控制 这就是Boris Johnson的态度了 但是到现在的话 那就是说 Boris Johnson受到了 来自英国内部 就民间的一些压力 而且最大的压力 还是来自于 它的保守党内部 保守党内部的话 有大概超过 基本上将近一半 特别是backbench backbench 是后院 还是就是说 保守党内部的 一大部分的 很大一部分的 那个议员 都反对 对用 英国用华为5G 所以呢 就现在就是说 Boris Johnson 面临的压力 非常大 而且是呢 来自 就是自己内部 党内的反对派 不说反对派 就是党内的 议员的反对 所以它的地位是 就是如果它在这个问题上 在 它是比较比较孤立的 在华为这个问题上 所以它迫于这些 各种各样的压力 然后它到 到这个月 就5月份 它才宣布 就是说 它有计划 它有计划 就是在2023年以前 把华为的市场份额 降到零 而且还不是官方宣布的计划 所以它为什么不官方宣布 对 这也是就是媒体 就是说打听出来的 它有这个计划 所以它英国政府没法宣布 就说我们不用华为 或者什么 它仅仅是说 它可能是 而且是Boris Johnson 在拓移各方面的压力 特别是来自自己党内 内部的压力的情况下 宣布 就是说我有这个计划 我慢慢把华为降到 降到零 而且还要到2002 三年 那就说 那现在还得用华为 然后 而且它这个计划 怎么的降法 你怎么从35%降到零 这些都是 我觉得是 基本上是在那瞎吹牛 你说是不是 就没有 所以 他现在连承认都没承认 对 可以说没有这个计划 最后 因为这个并不是 英国政府官方公布 要怎么做 他没有公布 媒体的一些报道 媒体的报道 那政府最后可以说 那媒体的报道是不风捉影 我们就没有 对 他也可以反悔 很容易他就可以说 这个事不存在 对 对 所以现在 其实在欧洲的话 英国是最轻 最轻松的 然后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 Boris Johnson的 这个个人的历史和表现的话 我觉得他 用中国话来说 他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他之前 Boris Johnson是在美国纽约出生的 他的父母亲都是英国人了 出生于一个upper class 英国的家庭 就是middle upper middle class 就是中上家庭的那种 然后呢 他后来又回到英国在 伊顿工学和牛津 受的教育 所以他Boris Johnson整个的出生和教育 他都是英国保守派的那个 就经典的教育 然后他在牛津学习的也是英国就是classics 相当于经典文学那种 然后所以Boris Johnson出毕业以后呢 就是说都在那个泰晤士报和电报 Telegram当的记者 而且呢还被泰晤士报开除了 因为他杀了个谎 就是他引用了一些 其实是他自己说的 他说引用的是别人的每个有名人的话 然后呢他就说 所以他的整个的表面上和他受的教育 他的出生是英国保守党的经典 但是呢 从他的个人的意识形态 和后来执政的整个的表现 用西方的话说他叫Libro Libro就是说比较开放思维 其实Libro我们都知道了 或者我们都知道 在欧美的话 Libro相当于白左的代名词 他们经理就是说 白左就是用Libro在比较开放的这个思维上 就对移民啊 对整个的free trade啊 就全球化啊 还有对中国的那些整个的欢迎的态度啊 那些都是白左的整个的 整个的象征 而且呢 如果你以为Boris Johnson是川普第二的话 那就是大错特错 因为Boris Johnson是很反川普的 当时就是2016年川普竞选的时候 Boris Johnson就公开的在英国的媒体说 他认为川普根本就不适合当美国总统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他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灾难和一个笑话 然后呢 Boris Johnson是其实是非常喜欢那个Belker Obama 就说Obama 所以他如果Boris Johnson在美国的话 他更加倾向于民主党 他就是说 所以他跟川普基本上是反的 表面上 而且呢 他自己的一句话 就是因为他去美国的时候 就有人觉得 觉得他跟川普是双胞胎 当时Boris Johnson的原话就是说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候 就是把我跟川普作为比较 所以任何情况下 你认为Boris Johnson是川普的双胞胎兄弟 或者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 在政治上 在整个基本上相反的 川普跟Boris Johnson的区别 基本上在于川普和欧巴马的区别 也就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区别 所以Boris Johnson整个的表面 他的出身是保守党 但是他的整个的意识形态和政策 还有各方面的从政的经历和那些 都是偏左的 而且他就说 但是呢 你可能大家觉得 因为Boris Johnson 觉得他可能是要 比较保守的话 是因为他脱欧 他确实呢 也是支持脱欧的 但是我觉得他支持脱欧 并不是因为他 比较倾向于右边 这种右翼这方面的 最主要他反对脱欧 最主要他支持脱欧 是因为他支持英国的小国寡民的这个状态 就是有点大英帝国 因为Boris Johnson在20 我看他写了一本书 2014年2015年 他写了那个丘吉尔的自传 他写了这本书 然后呢 他就 很多人就觉得 他以丘吉尔作为自己的偶像 他可能心里边也这么想的 心里边也这么想 就是说 Boris Johnson可能确实也想 当丘吉尔 然后呢 很多人就 误以为 Boris Johnson会是英国的 第二个丘吉尔 但其实Boris Johnson从能力上 从意识形态上 从政治倾向上的 根本就没有丘吉尔的 根本不能跟 丘吉尔相提并论 所以呢 整个来说 而且Boris Johnson公开的表示 对中国是非常亲和的 他当时的伦敦 市长的时候 他就是 觉得中国是 英国最好的伙伴 他是他亲口说的 然后呢 他作为外相的时候 就是 他是那个 Foreign Secretary 应该叫外相 外相的时候 他一见到中国的 Visitor 中国的使者 什么的 就 一天到晚就在说自己 我的女儿是在学中文的那些 然后呢 他作为首相 他当选了首相以后 他就对中国的那个 他觉得习近平是他最好的盟友 然后呢 他对中国的一带一路 是非常欢迎的 然后呢 他觉得 而且他的原话就是说 英国会向中国的投资 敞开大门 所以 Boris Johnson整个 对中国是非常亲和的 然后呢 现在要他 所以你现在 我们现在回想起来 你看他 Boris Johnson整个的历史 第一 他跟川普基本上是相反的 然后第二呢 他跟中国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出 英国在5G问题上 在香港问题上 肯定不会对中国 有强硬的态度 而且呢 Boris Johnson是最 在英国政坛的话 他是最 基本上是最大的支持者 对跟中国保持 良好的这个关系 当然Boris Johnson 另外一方面还面临着 就是经济方面的压力 他呢 Boris Johnson对中国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上 我觉得他跟中国的话 有 有亲和的这个倾向 另一方面 Boris Johnson他也 所以说他比较机会主义呢 是因为他在经济上 在social上 他又是 全球化的 推广者 就自由贸易 全球化的推广者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还喜欢中国的投资 喜欢跟中国的经济上的打交道 然后他反对 他基本上对川普的 都跟中国脱钩的这个 这个说法 他是 基本上处于耻笑的这种态度 他非常反感 就是川普要跟中国脱钩 这个说法了 当然 当然就是Boris Johnson他这个 整个白左的这个 所以他骨子里边 我觉得是非常白左的 但是呢 他利用了英国人 想脱欧的这个 这种情绪 因为当时脱欧的话 已经脱了三年 三年英国换了三个手下 然后呢 我觉得英国人当时是非常的 不耐烦 因为这事 当然脱欧的 这整个的大环境 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 都是很复杂的 他也 当然以后我们会有一个 一个一段时间 专门讲脱欧 但是我觉得Boris Johnson 他的脱欧的主要目的 是因为他 他表面上他 因为他骨子里边 还是有保守党的那种 那个血统 所以他觉得英国 应该是大英帝国那样 不要跟欧盟那些 呃 沾在一起 但是他的 其实他的左倾 是跟欧盟的左倾的那种 是白左的那种 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Boris Johnson 整个有 英国的评论 就是他 他整个的ideology 他的整个的意识形态 是很empty的 empty就是很空洞的 他没有自己的 一个固定的 呃 意识形态 而且呢 他 Boris Johnson 在英国政坛 是以两边倒 俗称 就是他在墙头两边倒 当然所以我刚才用他的 左倾机会主义 来形容他 他就说 呃 看什么时候吧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 他记者出身的那个 整个的 都一脉相承下来 就是看 看大事而行 就是说 该对中国好的时候 他对中国好 然后该 该脱欧的时候脱欧 但是呢 他整个的 一个人的意识形态 他缺乏自己的一套 独立的 呃 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反正他就是说 呃 该向右的时候向右 该向左的时候向左 有时候的时候两边都站 左手梁墙头上骑着 所以这个人呢 我觉得呃 这个政治上的倾向是没有 绝对不是川普 也绝对不是 而另一个 邱杰 嗯 嗯 好 莉莉啊 你我看你的观点 你对这个 波尔斯·朗森是一个 看法是非常的 嗯 不看好他哈 非常负面的 一看 我不太看好了 对 对 那我觉得波尔斯·朗森呢 呃 可能我们也不能完全把他 抛离英国的社会来看哈 我觉得你看他当首相呢 第一个呢 我觉得时间不太长 就是刚刚是半年时间 这个半年时间呢 他还有很多这个政策的一些 施展空间还没有开始呢 因为这个他当半年时间的首相呢 又赶上了几个月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 瘟疫 然后赶上瘟疫以后呢 他自己个人还得了病了 又被这个隔离了 好几个礼拜工作不了 对 所以给他的这个工作时间呢 我觉得并不是太长 呃 他之后会做出 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作为呢 我觉得 我是觉得还是得看哈 呃 当然我知道你对他不看好 但是我觉得他还有一部分 有一点呢 我觉得我认为他做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他在脱欧的过程中 他表现的还是比较坚决的 呃 包括一些这个 在脱欧这些整个这个事情上 在作为英国的首相 他的一些表现 他的一些措施 呃 也体现出他的一些 他比较强的一个能力来 你看这个脱欧就是典型的 你看他之前的几个首相 包括他之前那个首相 叫叫特莎梅吧 就那个女首相 嗯 他搞了好长时间啊 然后 三年 对 然后天天在这个出各种法案 谈各种事 但最后呢 什么事都进行不下去 他本人呢 这个没首相 本人自己也最后也是被迫得辞职 没法干 干不下去了 呃 所以实际上当时没辞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脱欧是个比较烂的摊子 给了给了英国啊 但是这个 Boris Johnson上台以后呢 三下五除二吧 反正几个月吧 就把这个事就给搞定了啊 虽然说现在并不是彻底解决了 但是至少把这个大的协议给签掉了啊 迅速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这个还是体现出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能力 能够协调这个国内 英国国内 因为脱欧这个事在英国国内本身也是比较分裂的一个议题 那当时 对相当分裂 当时这个 当时这个呃 就是公投的时候 大概基本上一半对一半 只不过脱欧的烧战上方而已 51.9 51.9 这个这个比例差的非常小 所以这样 第二这个事情呢 就是呃 鲍士能把一个在英国社会上比较割裂的事 迅速的搞定 我觉得这个体现了他的 就我觉得他还是体现他一定的能力啊 在这个上头 另外呢 呃 说到底呢 你觉得他是 你应该觉得他是一个 这个也是个白左 但是呢 你看个怎么比了 他 呃 终究他还是英国保守党的 这个党魁啊 他还是代表保守党的 呃 就是说英国还有一个 那个反对党叫工党 对吧 嗯 那工党的政策呢 你要算说这么 你要这么看 那工党政策就更没法看了 那他就比保守党还不知道要 要要做 那就比较extreme 对 他就很extreme的这种做 所以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英国整个这个社会呢 可能我觉得跟美国不太一样 就是在英国呢 大概这种 这个Boris Johnson这种行为呢 基本上可以就算还是一个保守派的行为 他不是一个这个左派的行为 有比他更左的党 也有 而且比他更左的党势力也很大 同样的一个例子 也是跟在加拿大也是这样的 你看现在加拿大这个小土豆 我们都在小土豆 他是左派的 他那个党就叫liberal 就刚才说liberal 那个加拿大这个党就叫自由党 就叫liberal 这个党 他是左派的 但是那个加拿大有个右派党 叫保守党 也叫保守党 加拿大那个右派党叫保守党 那你看真看加拿大右派保守党那个政策 你放到美国也挺左的 就是他也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可能美国家这个国情不太一样 你到了美国以后 共和党呢 因为有川普总统以后呢 最近几年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变化也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不是川普当这个共和党的这个 不是带领共和党呢 可能共和党现在也不会像现在这个状态啊 可能也会挺左的 共和党在美国很以前也不是那么有 也是挺左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左可能是一个 现在整个欧美的一个大的趋势 在这个趋势下 在这个大的趋势下呢 就是像一些保守派的一些政客 开始上台以后呢 他会逐渐去扭转这个局面 但是呢 你也不可能说上来以后 大家都跟这个川普一样 或者说都非常的右 这个我觉得也不大可能 他可能还是要一个逐步的过程 把这个局面慢慢帮过来 我是更多的倾向 要给Boris Johnson更多的一些时间 让他来看他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表现 对 我觉得你这个呢 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他确实上台也没多久 但是呢 这个能力怎么样 现在大家的批评多于赞同 因为首先 刚才你说了 他在脱污这个问题 脱污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大势所欺 当然我已经说过了 三年 脱了三年 一直谈不下来 然后呢 民众已经非常厌倦 我觉得谁 在这个时候 能把这个脱污这个 这个 敲定 他们就选谁 所以我觉得他 机会主义 他是 他是很会钻 Boris Johnson 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他能很能 发现 那个大事 而且抓住这个大事 把这个 可以说 权力 夺到手了 而且我觉得他 在脱污问题上 他真的是碰对了风口 然后呢 利用这个机会 而且呢 但是我觉得 他的能力怎么样 我觉得在这次新冠病毒上 表现的话 那是很差强人意的 就是整个 不管在国际上 和在英国本身的话 他的那个 这次新冠病毒的control 他的表现都很差劲 就说 现在英国的话 在欧洲 基本上是疫情控制的 最差的一个国家 因为现在英国的感染率 是欧洲除了 感染率在欧洲是第二 除了西班牙 那就是英国了 然后英国的死亡率 是欧洲最高的 比任何 比意大利 比法国 比西班牙都高 但是英国的条件 其实在欧洲 应该是最好的 你再跟德国相比 德国是在欧洲 欧洲的中部 然后呢 是意大利感染 德国马上就感染 然后是德国整个 周围都是欧洲国家 基本上封国 那些都是很困难的 英国是比德国 比那些欧洲大陆国家 都晚了两三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 对新冠这个控制的话 他应该是条件最好的 就是而且他是一个岛国 他一封 而且又有脱欧的 这个前边的这个前提 所以英国在处理 新冠病毒 他是在欧洲 他的条件是最好的 他是最容易封国 然后呢 他的时间又比其他国家晚 但是他如果稍微 吸取一点点 比如说像 像意大利啊 德国那些教训的话 他的应该 他的疫情应该控制的最好 而且英国又是发达国家 他的医疗整个的 应该是不错的 结果英国搞的 死亡率 欧洲第一 感染率欧洲第二 然后这跟当时 所以现在的整个的评论 就是说 Doris Johnson 他的领导的错误 直接的关系 因为当时 Boris Johnson 而且他也以身赐法 就是说他整个的态度 就是说 那个群体免疫 然后自己都感染上了 好像还没有其他国家 国家领导人感染了 他是唯一一个 真是唯一一个领导人 自己都感染了 有一个就是谁 俄罗斯啊 俄罗斯的总理好像感染了 我说head of the state 一国的领导人 其他什么部长 那些先不算了 所以整个从他自己 个人感染 再到英国的死亡率 再到英国的感染率 和英国本身 有最好的条件 把这个新冠病毒 控制得最好 结果他的英国的成绩 可以说在欧洲的话 或者在世界上 还说英国的成绩 但是成绩是最差的 所以在整个的话 就说明波尔乡省 他整个的缺乏 组织性和管理的能力 而且他到现在 现在又出来了 比如说 现在欧洲各国都开了吧 英国又辞职 英国怎么开那些 他又没有什么手段了 所以整个的话 我觉得我个人 对波尔乡省 对国家的治理能力 管理能力 我是持相当大的怀疑他 而且他整个的 他的确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的出身 他的教育 是保守派的 英国保守党的那种 而且他上台也是完全 是因为保守党 他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是保守党 他把那个 Teresa May换出来以后 他才当上了首相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领导了那个选举 去年底的选举 他才当上首相 所以整个来说 他是骨子里边 人类在的 他是左倾的 然后呢 外在的 他是右倾的那种 所以他这个人 整个我觉得是一个 机会主义者 然后呢 是在重大问题上 我估计 他是一定是偏左的 而且呢 特别是 而且我怀疑他的能力 就是在英国 英国脱欧 以后面临着 相当多的问题 他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仅仅是让英国脱了 在脱欧协议的签订 后边还有一大堆 跟欧洲怎么脱 怎么签协议 然后 其实脱欧是整个的削弱了 英国的影响力 政治和经济上边的 整个是让英国是比较 处于一个孤立的状况 然后英国本身的国力 是没有那么强的 所以英国一定要找一个 同盟 要不就是美国 要不就是中国 要不就是欧盟 欧盟他已经脱了 然后美国呢 英国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Boris Johnson跟川普 是不太在一条路上 而且他跟川普 基本上还有点对着干的味道 但是呢 当然因为是北约国了 还有政治 还有意识形态上 欧美和英美 应该说英美的 在历史上 整个是一家的 所以他也不可能离美国 太远 但是呢 就是说他对在中国 在经济上 在贸易上 在投资上 对中国的依赖的话 也会让他 对中国的话 是难舍难奔 他一定会对中国 非常非常依赖的 如果中国还有钱的话 所以呢 Boris Johnson整个 他现在 而且现在英国的经济 去年英国的经济 就增长非常缓慢 再加上脱欧的 给英国在经济上 带来的损失 再加上今年这个 新冠病毒 对英国的经济 是雪上加霜 所以Boris Johnson 他能不能在这种 目前这种双重打击下 让英国的经济 重新振兴起来 然后呢 你还要让他 对中国的话 还要脱钩啊 还要对香港问题 做出一些强硬的反应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 所以我对于Boris讲什么 他至少他现在面临的 那个情况 是非常严峻的 然后呢 他本人有没有 那个能力 力挽狂澜 目前我还没有看出 他的能力 就说从新冠这个问题上 当然刚刚就像你说的 他也刚上台不久了 咱们他到底今后会怎么样 我觉得不要对台记太大的希望 那就比较现实 好好好 Lilya非常感谢你的分析 对英国的国家 包括对英国首相本人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现在呢 因为我还是这个观点 我觉得现在时间可能还是有些不够啊 现在还不能一下看出来 这个Boris Johnson的一些 这个是不是以后的一些政策会不会 而且他会不会有 做出更多的一些事情来 现在可能时间还是不够 我还是觉得 多看一看呢 会有更清晰 对这个Boris Johnson的 会有更清晰的一个认识 但是有一点呢 我觉得我跟你是一样的 就是英国整个这个国家 目前的这种形式 包括他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的 一些表态 他不会有没有太多的空间的 对 就是你换句话说 你把川普放在英国去当首相 他也没有太多空间 是一样的 他国力在了 因为他整个的国力 包括他整个现在处于这种国际环境 你不能忽略这个 不能不是只是首相 一个人就可以去左右这个事情 他也得根据这个英国实际的情况 和英国实际的国家能力 和现在脱欧以后 实际面对的整个的一个经济环境 和政治环境 来做出一个对英国最有利的决策 我觉得只要做出这种决策呢 也实际上是你也无可厚非 他是对英国有利嘛 不用老想着他会去对其他国家去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是现实的 对吧 你说对香港做什么 对中国做什么 甚至会对美国怎么着 我觉得这就他都不现实 实际上他还是最终还是会为英国整个的这个利益来 那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对吧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 但是具体呢 我对你对Burth Johnson的评价呢 我觉得他既然能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在英国呢 我还是对他寄予一定的希望 希望呢 他能够做出一些这个和以前这个这种简单的白左啊 甚至这种工党啊 这种要做出一些不同的事情来啊 能够让这个英国呢 这个从他这个这个一吹着左这个方向呢 能往回拉一拉啊 否则这个就长期下来讲呢 对这个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利的 这种过于极端的一种左 包括过于极端 其实都是不太有利的 对一个国家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什么要跟网友说的事情没有 今天的节目 这个呢 对我同意你的 就是Burth Johnson 他的比较著名的就是说左右两边谎 他的变化挺大的 所以呢 就是说你 所以很多人有的人觉得他左 有的人觉得他右 就觉得他机会主义啦 或者投机啦 什么之类的 这是他的特点 所以呢 你也不能就一言就定论 就Burth Johnson是左还是右 他整个 Burth Johnson最大的特点 就是左右两边倒 所以这个英国的这个政治 到底是怎么个偏法的话 因为现在英国国内 就是说这个对中国强硬的 这种呼声是很高的 从国会到英国民间 特别就新冠这个 这个因为中国的表现啊 那些 所以英国的国内 这个呼声是挺高的 所以呢 Burth Johnson自己的态度 他虽然不明确表态呢 他也一定要受这方面的影响 所以Burth Johnson 他到底往哪边倒 那是经常发生的 就有可能变化 就是说他的路线变了的话 那是很大的可能性 所以而且呢 就是我同意你说的 就是Burth Johnson和英国整个政坛 我觉得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整个而且他现在的保守党也不是完全像丘杰尔时代的那种 或者沙切尔那个很严格的保守派就是保守派 他现在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保守派当中有偏左的 然后工党里边就偏左的那个 Liberal那边有一些比较保守的 所以他现在整个都是比较混杂在一起的 这也是西方政治我觉得一大特点 不管现在在美国 现在美国也是 像民主党有时候里边也有比较强性派 然后共和党里边也挺多偏左的那种 川普自己本身在国内 在党内本身也面临很多的挑战 所以这个在西方的这个政治的话是非常复杂的 对对 好的Lily 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基本到了 我这让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网友的留言 这就是对有个网友在说这个 说是这个租赁的 说是这个香港 说有一部分是租借的 还有一部分是永久割让给英国的 就是香港岛和九龙岛是永久割让给英国的 就是还有一部分是割让给英国 一部分是租赁的 是不是这个情况 我还真是记不清楚了 这个我就没有看 我觉得我怀疑这种说法 因为当然在1841年当时是把香港割给英国了 然后1889年又重新续签了99年的租赁合同 但是这个可能要回到以前的1889年那个租赁合同里边到底哪些是割让的哪些是租赁的 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说法 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这个当然是我可能查一下资料我们会找到了 但是我觉得目前回到1841年和1889年的那个是割让还是租赁那个合同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不管你是哪一种方式 反正现在对一个历史史实的澄清了 但是目前现状这个不管割让还是租赁其实都是一样的了 都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了 就是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是基本上无可争议的 而且其他国际国家都没有基本上没有任何办法 看还有网友在说南非 说南非也是一个例子 对南非也是 我觉得南非也是一个例子 因为现在南非搞的其实非常不好 他原来也是也属于是这个英国 南非是那个曼德拉闹独立吗 然后我看英国当时的话谁到独立他都把他都把那个就给你了 你要你到独立我全给你 英国基本上没有任何 现在我觉得出了英属的那个什么Virgin Island 维京那个岛是英属的 那基本上没有多少 现在很少 网友里有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在以前很著名就是马岛 就是跟阿根廷有争议的那个岛 当时这个岛现在还是英国的 这个是通过当时也是撒切尔夫人的时候跟阿根廷是有过一次交战 然后打败拉根廷才把这个岛 才把这个岛留下来的 就是很少 对 当时我估计马岛也没有自己也没有闹独立 如果闹独立可能英国也差不多也放手了 南非也是闹独立 但是我觉得可惜的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可惜的是香港人当时没有争取得 嗯 所以就就就就造成目前这个这种情况了 嗯 但香港人为什么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可能也是都是些历史的原因呢 我觉得现在 现在基本上为时已晚 嗯嗯嗯 是好的 莉莉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就到这里啊 我们今天也给各位网友呢 就是做了一个分析 莉莉的分析啊 就是对这个英国 包括这个英国的首相波士亚森以后会怎么做啊 嗯 我们整体的这个观点 莉莉的观点还是比较的 嗯 悲观一些啊 认为波士亚森这个还是一个偏重于机会主义的 这个一个政治家 或者说是一个政客啊 他后面可能会做出更多的一些呃 令人震惊的举动啊 也不可能成为什么丘吉尔啊 或者什么川普第二 这些都是不会的啊 啊 这个也欢迎呢 这个网友呢 来呃 来来来就多多多一些评论吧 就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些观点是不是跟大家想的是一致的 欢迎各种意见啊 包括认可或者不认可都可以留言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留言区里做进一步的讨论 好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收看本期的节目 也非常感谢莉莉的做客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Hosik 再见 再见